现在在网上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教男人 怎么去追女生的一些所谓的秘籍 这些人有一句由衷的话 我觉得说的还挺对的 你以为我们是想学这些计策去追女生吗 其实我们不想的 是女人逼我们这么做的 是女人自己非要做一个观看者 来逼男人做一个表演者 女人这一辈子做的事情 无非就是看谁表演得更好 来演成女人心目当中想要的那个样子 你不就是那个观众吗 我不提出演员需要演什么 你就自己在那演 看看能不能演成我心目当中想要的那个样子 但是我想问的是 如果这个男生 他在表演的同时 他不是那么心甘情愿地在表演 你觉得他演着演着 会不会有一天他不想演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说如果你要让一个男人 不是在表演 他是把所有的表演的技巧痕迹 发自于内心想去做这件事情 这样的一个男人 才能够持久地对你好 对吧 否则的话表演总有一天会羡慕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之间要做的就是开诚布公 把什么事像摊鸡蛋一样摊在桌面上 有些女人可能会说 什么事情都说得很清楚 约法三章就没意思了 好像彼此之间有一个不可触碰的花瓶 形成某种默契 那种酣畅淋漓 让人更过瘾 但问题是你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智商 就索性摊在桌面上说 我想要什么我就直接说出来 哪怕是说得稍微含蓄一点点 当有了这种开诚布公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所谓的懂你不懂你的问题 其实一个男人要懂一个女人 说容易也容易 说不容易也不容易 就像说你身边的女人是你最好搞定的 也是你最不好搞定的 好搞定是因为她喜欢你 所以她会包容你的错误 不好搞定也是因为她喜欢你 所以她对你的要求会更高 但前提条件是 女人很多情况下要的是被理解 男人要的是被认同 当你不断地去认可她的行为 她才会不断地去揣摩你的心思 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默契 就这样 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横堂真情六十秒 我听了老师们的意见之后 我知道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我的问题 然后我也想着我们都一起改吧 我也努力改一下自己 那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样的 dealt另一条 我们用来小笔e会 都 抗ka runs 到 出色 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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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多